今天这两天已经是关键中的关键了 因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其实前两天就喊话了 明天星期三22号之前都可以跟民众党在谈合作 换句话说明天是不是dayline 那再传出明天国民党的在中堂会上是不是就要公布副手 最晚24号就要登记参选 所以大家在问你不等柯文哲了 蓝白河说拜拜了吗 来看到有党务人士国民党内的党务人士说没有啦 就是昨天曝光的这个议程只是一个草案 那么由于蓝白协商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国民党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所以22号中常会的议程目前是没有定案的 而且中常会也不一定在明天22号召开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指标 也就是侯友营的全国禁总 原定11月25号的落成启用 也因为要配合蓝白局而有所调整 好这都是一些讯息 那么同时包括在白银这边呢 柯文哲也传出 因为他们今天公布了这个不分区名单嘛 那么最快在23号要登记选总统 黄珊珊呢在明天会先帮忙领表 那么当然双方各种方案都说都已经被妥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 好像蓝白都在压到最后一刻 因为在白这边民众党这边也讲 登记时间可能是23号可能是24号 并没有确定 感觉是不是也有意要等国民党中常会的结果 所以蓝白都压到最后一刻了 那么现在还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吗 波吉 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有一首老歌的歌词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没有梦 所有感觉已成空 就让一切都随风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结局 其实我相信 不要吧 现在两边只是想要表示 说我没有要破局 但是实质 我必须要讲实质破局了 实质已经破局了 怎么说 除非我说现在除非两个人 就如同刚刚这个投票那个选项 突然想到全民受苦 全民受难 我愿意屈居副首 只有这个选项 才能够让这个合作成功 否则 现在他们认为 所罗门王拿出来的那个婴儿 都是都不是自己的小孩 就这么简单 就是他根本不在乎 这个台湾的人民有没有达到政党轮地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蓝白河的议题 讨论这么久 从上个礼拜三好不容易签成一个协议 到礼拜六卡关 然后再到这个礼拜互相攻击 什么批评彼此什么样的 然后上了统计学 我必须要讲 如果没有这一段过程 也许蓝白阵营各自走下去选会比有这段过程更好 现在如果两边最后是要选下去的话 因为这段过程 会让彼此对彼此的不满更高 那会导致呢最后 比如说像以我这种所谓的主张 要政党轮替的这种 这个立场这样的人 我们理论上如果今天蓝白各自选下去 我们到最后关头就会呼吁 要投给会赢的那一组 可是呢 经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 很抱歉有一群人 你要我跟柯文哲合作 你叫我去死算了 你要我跟侯友宜合作 你不如把我这个全家杀光光 就两边都会 你知道那仇恨值拉到几点了 那这个对未来整个胜选的方案的可行性 就会降的更低 就是原本不合作是有机会的 但是现在是只剩合作有机会 不合作我不认为双边阵营有办法 这个这个策动所谓有效的气保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必须讲 两个人就是不管是柯文哲还是侯友宜 或说民众党阵营或国民党阵营 都在这一个礼拜 最近这一个礼拜以内 凸显出彼此的缺陷 比如说现在绿营的节目 都在说那个KP是哭屁 你哭啊哭屁啊哭屁啊 还说什么白色力量是笑女白情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很恶毒啊 这种评论非常恶毒啊 但是蓝军会有人买单啊 如果你今天两边是要合作的 本来都签了协议了 都要合作了 结果用这样的词汇去攻击对手 你觉得民众党的人会愿意接受吗 他们就说对 你们就是果然蓝绿一家亲 然后呢两边就开打 然后呢国民党这边也是啊 什么浪6%的 什么浪趴猴的 什么什么的 各种难听的话就开始攻击了 你觉得侯友宜这边吞得下去吗 你觉得国民党吞得下去吗 泱泱大党怎么可能吞得下去 我必须要讲哦 现阶段过去这几天 全部都在往最坏的结局迈进 那有一群老实说有一群脑袋很清楚的 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应该被民进党 虚耗下去 不应该被赖清德 不应该被新潮流绑架的 这一群人不断的呼吁 不断的希望两边能够为了大局 为了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被说是情绪勒索 我告诉你连理性的人都不活了 连理性的人都会火大 都觉得算了 这国家我们也不管了移民吧 就是这样啊 这现在就是一个全面输的局面 就是全部都是输啊 谁赢呢赖清德义 是啊 现在就是赖清德义 你看这几天 酸言酸语的 你要知道他最近 你知道最近这个民进党 推出一个最新的这个网路梗图 叫台湾的美德啊 就配那个昨天赖清德贴萧美琴 跟他在美国华府拍的那张照片 台湾的美德啊 美德啊 你觉得民进党可以这样说 我先不管萧美琴 为什么要放在前面 就感觉萧美琴还是正的赖清德副导 但是他们是把这样的组合 称为美德 民进党很会选举的 是 在这段时间中间选民对蓝白合作的不耐烦 以及彼此一边很爱哭你未来要怎么带领国家 然后呢一边这个感觉就是什么泱泱大党架子很大 都不满意的时候 我必须要讲 这一轮的操作 很多中间选民原本讨厌民进党的最后觉得 算了我还是投回赖清德吧 会哦 有可能哦 非常有可能哦 我必须要讲 现阶段 这个局面 是谁造成的 很抱歉就是在野阵营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一直都很悲观 蓝白合本来就很难 因为很难啦 因为两边就是两边的文化啦 政党价值很多都不同 可是当初上礼拜三 讲出要一起组联合政府的时候 其实双边应该要一起朝向这个方向努力 好礼拜六 不管我先不管那个责任归族 什么统计无差 什么什么两边的那个 但是 我必须要讲哦 一个巴掌都派不响的 我必须要两边 我很抱歉两边都有责任 现在两边就是想要把责任推给对方 没有用 我跟你讲各打五十大板 一定都有责任 一定都有责任 你说啊什么柯文哲半夜干嘛 不接手机 如果你接了手机 不就没有黄珊珊的问题 黄珊珊的主导就是你柯文哲 那个怪罪这个没有意义 那另外一边会觉得说 啊我们本来就是讲好的啊 什么什么浪伤吧 什么什么变成怎么样 你签字了啊 对啊都会有 我觉得大家都 我如果叫他把这个所谓的恩恩怨怨 放在所谓的大是大非之上的时候 很抱歉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民进党 继续这个统治这个国家 那我们本来有这个六成 所谓的六成的民意 都被赖清德说成不是主流民意 赖清德说 因为只有两成多支持国民党执政 一成多支持民众党执政 所以呢有八成七成的民意 是不支持在野执政的 我跟你讲 赖清德才应该去统修统计学 赖清德可以扭曲民意到这种程度 然后说让民进党执政才是主流民意 你知道吗 现在他已经嚣张到这种程度了 在蓝白河的过程里面 他说蓝白河结果公布了 是公布没有结果 你看都在不断的酸 不断的尝试 结果呢 在野阵营还是继续秀下线 我不是要批评国民党或民众党 是说这段过程的表现 会让中间选民对在野阵营失望 要嘛不投票了 要嘛就真的有一些他就觉得 反正赖清德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那个就像书贞昌说的嘛 三倍券五倍券什么几倍券 六千块照发不误啊 我拿我反正大傻币 我拿到就好了 就会变成这样啊 你看最近像昨天这个立法院 在讨论那个农民老农津贴 全部都在加码啊 全部都在加码 最后我们的政府 就是在做这些傻逼 而我们过去几年 从疫情到现在 我们都在讨论 从八千八百亿的前瞻预算 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振兴预算 我们都希望 政府不应该变成执政党的工具 国家变成绿营的执政工具 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人 把问题搞清楚 谁才是这场选战真正的对手 是民进党 是赖清德 是新潮流 然后现在最近 在野党有办法监督吗 没有办法 因为忙着攻击彼此嘛 我就会觉得 这其实很悲哀 这真的很悲哀 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可是正在发生当中 如果现在侯友宜 柯文哲 还有一点点 那个对台湾 中华民国所有人民的 一丝丝的同理心 希望如果明天中午 是真的最后的这个期限的话 希望这24小时 也许还有机会改变 但我老实说 我是非常非常悲观 我认为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